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算是凡人 只要吸上一口也会即刻成仙的 还有什么好吃的 还有毗沙宫 五明宫 太阳宫 多了去了 我跟你说也说不清楚 这三十三重天宫最上面的一层叫离恨天宫 台上老君的兜率就在那里 他家练的仙丹不仅味道好 吃了能与天地同寿 太好了 我能上去吗 你 那要修炼 我开学 天宫元帅 你天宫的陆鼠 你带我去玩玩 走 那也是你玩的地方 那这样吧 我找到那好吃的咱俩 你胡说干什么 别连累我 让人听了去 我这心路都不保 大圣 说句实话 你得闹 闹大了他就让你去了 别说我受打 别闹 那咱俩一块闹 我说 你别走 闹谁不会 咱俩一块闹 咱俩 闹给你看看 这不是东方持国天王的琵琶吗 为何在天庭乱谈 快召它上来 那我给你看看 祈奏陛下 此琵琶却是持国天王的琵琶 但却不是持国天王所弹奏的 那是何人所奏 我齐天大圣 又是他 哎呀 这个猴子啊 陛下 那齐天大圣 无事邪游 结交天上众星秀 不论高低 聚称朋友 每日里 你来我往 互相宴起 今日又在齐天大圣府 接待五斗星君 四大天王等众神 想是 他只喝醉了 便乱谈琵琶 宣他觐见 陛下 臣有一言其奏 奏什么奏 我看呐 奏那妖猴一顿正好 说 陛下 天王 无事就要生非 我看那妖猴也是闲出来的毛病 不如 给他个事做做 盘桃 我是老天使 这盘桃我还真知道 我听到哪吒说了 好吃啊 老天使 不是 又骗我 跟那个毕马温似的吧 哪能啊 陛下让老儿亲自宣旨 都是大官 真的 当然是真的 大圣啊 这次好好看管潘桃园 可不要辜负了陛下对你的期望啊 那是自然了 人家御帝对俺老孙不保 是吧 先封了个毕马温 毕马温咱就不说了 咱岂能对不住人家呀 嗯 对 管桃树我可是在行啊 这桃树啊 那是肥狮多了 它要落果的 这肥狮少了呢 果子又长不大 所以 这个是 大圣啊 还是得空赶紧去复任吧 老儿 告辞了 慢走 大圣赶来是复任的 你认识我了 七天大圣 我是奉玉帝差遣 叫我代管盘桃园 今日特来查看查看 查看查看 大家都出来吧 见见七天大圣了 出来吧 快出来 都出来 大圣啊 我来跟您介绍 这位是打扫历师 参见大圣 免了免了 这是修陶历师 参见大圣 免了免了 这是楚树历师 参见大圣 这位是运水历师 参见大圣 好好 大圣 您慢点 这一共有多少棵树啊 这里有三千六百株 前面一千两百株 花灰国小 三千年一熟 人吃辣成仙了道 身见体清 中间一千两百株 苍花干实 六千年一熟 人吃了 霞举飞升 长生不老 后面是一千两百株 紫闻相合 继五千年一熟 人吃了 与天地其寿 日月同耕 大圣别摸啊 这桃树乃是王母亲手种植 不到攀桃会时节不能采摘 好好好 我就闻闻 馋得我肚子都疼了 大圣 大圣 看得差不多了 你们呢 且出门外伺候着 让我在这儿小心片刻 都回去吧 回去吧 回去吧 我要睡觉 回去吧 我要睡觉 大圣 您这是 我说你怎么还不走啊 你是不是胡子不想要了 走啊 走 走 我好饿 走 你 你 你 了 太好了 太香了 蜜甜 真大 我实在吃不下了 好饱 过了 睡会儿 大圣 千姑来太疼了 你在哪 大圣 大圣 姐姐 这桃圆中 为何不见大圣啊 大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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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 大圣 大圣 你在哪 大圣 大圣 你在哪 虎弟 我等奉旨前来 寻不见大圣 怎敢空回 是啊 那这大圣 钱要惯了 想必是出园会有局了 如等且去摘桃 我替你们回话便是 这样也好 姐妹们 那我们先去摘桃吧 好吧 走吧 好走 我们先去摘桃吧 今年这桃 怎么这样稀疏啊 是啊 这是怎么回事啊 是啊 是啊 姐姐 我们怎么向王母交代啊 要不 我们去前面看一下吧 这也没有大桃子 就是啊 就是 那桃子到哪儿去了 那边有没有大桃子 去那边看看 走 怎么了 这桃子好大呀 好大桃子 真的要了呀 好大的桃子 是啊 这下好了 好了 好了 小心点啊 你是哪番怪物 敢来偷桃子 大圣 大圣 大圣息怒 我等不是妖怪 那王母娘娘拆来的七仙女 我等摘取盘桃 大开宝阁 做盘桃盛会 是至此间 先见了本园土地等神 寻大圣不见 我等恐持了王母娘娘的遗址 故先在此摘桃 万望恕罪 万望恕罪 好好好 那既然是 王母派你们来的 那也就罢了 谢谢大圣 谢谢大圣 我问你们 这王母开阁设宴 请的都是谁 潘桃圣会自有旧规 请的是西天佛老 菩萨罗汉 还有南方南极观音 东方传闻圣地 十朝三党先翁 还有北方北极雪凌 还有中央黄极黄角大仙 还有五方五老 还有五斗星君 上八栋三清四帝探以天仙等众 还有中八栋的玉皇 九雷 海月神仙 下八栋幽名教主 祝世帝仙 各宫各殿大小尊神 聚一起赴盘桃佳会 可请我齐天大圣了吗 一个管盘桃圆的小仙 帮母娘娘怎么会邀请 老孙 那可是齐天大圣 什么齐天大圣 这天宫上下 谁不知道 也就是个虚拟吧 如果是连这样的小仙也请的话 那恐怕这满园子的桃都摘了也不够 好了 好了 我们摘桃去吧 若晚了 王母娘娘会怪罪的 走吧 走吧 大圣我们走吧 不请我 你们谁也吃不成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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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赤脚大仙 你要去何处 蒙王武昭剑 前进姚迟赴潘桃家卫 那姚迟在哪里 姚迟 大圣 你有所不知 我告诉你 看 大圣请看 那前方有紫色祥云之处就是了 大仙有所不知 玉帝因为俺老孙搬金斗云飞得快 让老孙邀请列位神仙先至通明殿下眼里 然后再共去姚迟赴那盘桃圣宴一同欢乐 不对 对啊 往年在姚迟眼里谢恩嘛 为何先去通明殿眼里再去姚迟赴会 这个老孙可不知 老孙只不过是奉了那玉帝的圣旨 传个令罢了 传个令罢了 那谢谢了 那我先去啦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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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咬齿 都给我记住 去拦住所有附会众仙 别让他们去参加攀陶会 知道吗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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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仙 好吃的真果 想死吧 大仙 不可先用 吃的 这酒也太好喝了 好吃 味道鲜美 太过瘾了 这天空的瓜瓜还真是不一样 再来一个 好吃 都好吃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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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帅公 嗯 嗯 那天空元帅说过 都帅公是三十三天一狠天 啊 难道我伤到 三十三重天了 哈哈哈哈 你 你 我早就想来拜访老君了 这回正好来看看 这是不是 就是金丹呢 老神仙 老神仙 这个是不是就是金丹呢 这个是苹果味的 这个是草莓味的 苹果味的 草莓味的 混合水果味的 真甜 太好吃了 这老神还真是挺会做 这回我闯大了 这回我闯得比天还大 若是惊动了玉地 这可不得了 我还是趁早溜之打击 这天宫里有这么多好吃的东西 也何不带回去给花果山的孩们尝一尝 嘿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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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圣 大圣 在这天上百十年做的什么官啊 嘿 我记得才半年光景 怎么就说还有百十年了呢 嗯 大圣 你怎么忘了 在天方一日 人间已一年 这我倒忘了 孩子们 今天喝个不醉不归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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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可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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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怎么回事 这称何体统啊 太可恶了 娘娘 娘 这 娘娘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何人所为啊 好 不 你怎么回事啊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启奏陛下 臣蒙王母恩典前来赴会 偶遇齐天大圣 那猴子对我说陛下有旨告知在通明殿下眼里 还得我等在通明殿苦等多时啊 也不见陛下龙车凤年 我等凡才来此伺候 提送陛下 本道在宫中练了些九转金丹 原准备伺候陛下做单元大会 可没成想 这金丹却被窃贼给偷去了 特起陛下 特起陛下之职 天庭还成什么天庭 是何人所为啊 我也不知道是何人所为 我这都帅公从来没有失窃过呀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往年各不尊神按照旧规都会来到摇尺举计 如今这般时辰只有我们几个 都是那猴子闹的事儿啊 都是那猴子闹的 这只猴子 还让我开这个盘道会吗 还开吗 今年不办啦 娘娘娘 娘娘 周洽警官 在 你马上去天宫各处 急凡着妖猴宗迹 我非找到他偷吃的证据不可 遵旨 陛下 那孙悟空对陛下感恩戴德 他怎么也不会 感恩戴德 他那黄毛下面一眼脑袋的反骨 齐天齐天 他会感恩戴德吗 陛下 其实那齐天大圣 陛下 陛下 扰乱天宫者乃孙悟空也 他一逃离天宫 回到花果山去了 怎么 反了不成 纠察令官 你是说 我那金丹 也是被这猴头 偷吃了 正是 哎呀 哎呀 他倒有些造化 我那三十三重天 岂是寻常小仙 能够上得去的 陛下 臣以为那齐天大圣原是一侯妖出上天庭 不懂天宫礼术代微臣下界去把他罢了罢了罢了李爱卿 你两次下界招安 那婆侯却是以怨报德 你也不必为他说情了 金星老二 金星老二 像这等妖孽就该杀一锦百 不然天为何在 传队 传阵旨意 传阵旨意 这次下界去花果山围困 定捉获纳斯处置 共云 官 我 know you 老公 老公 一定要打 大家 疯狼 老公 老公 大公 老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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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打投阵者 处理 好吧 天锋元帅 你打投阵 我 我 我没有啊 你们这帮坏东西 曾经害我啊 你们这些小妖猴 李家猴头何在 你谁啊 干对我家大圣如此不敬 就是啊 谁啊 我还忘了说我是谁了 听好了 我 是掌管天庭八万水军的 天鹏大元帅 听见是没有 不知数啊 八万 八万哪 你们识不识数啊 不许八万吗 有什么了不得呢 知道我们花果山有多少兵吗 有多少 多少啊 有多少兵啊 有多少兵啊 你就说五万 五万 我没有 五万 我是八万 我是八万 二三 五万 那你们也不少啊 那你们也不少啊 怕了吧 你回去吧 那我先回去了 后会有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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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吧 玉帝派我来是抓猴头的 我可不能就这么回去了 你们这些妖猴 赶紧让他碧马湾出来受死 不然的话 我就火上花果山 五百水便弄 那天鹏元帅在干什么呢 说了半天 就抡了一下耙子 不知道 这丝嘴不利索 还要耍拼嘴 就是啊 这腿脚不好使吧 还挺爱飞 这眼睛不大吧 还挺爱眨吧 耳朵倒是挺大的 就是个摆设 你们倒是哪都好使 刚才本王派兵的时候 怎么都往后退呢 你们 别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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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猴崽子们 你们以为大元帅 就没有办法了吧 啊 便 大人 流情啊 好了 好了 咱们俩有什么情分 大圣啊 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 在天空里 我还给你指引过路呢 是你啊 想起来了吗 你怎么会忘了呢 大圣我还说 我是统领 八万天河水军的天鹏元帅 你还说 我是专管统领 八万天河水军的天鹏元帅 还有天空里所有元帅的元帅的七天大圣 想起来了 想起来了吗 我想起来了 对呀 知我知我 你不是说我只是只猴子吗 是不是你说的 是不是你 你再敢说 你还说 你再说 再说 再说 不是 我再也不说 再也不敢了 放下 大王 帮了他吧 大圣 谢谢 谢谢啊 那我走了啊 不对啊 烦老大圣 还得跟我上去一趟 上天 啊 为什么呀 你看啊 我是探问派遣来抓你的 我就这么空着手回去了 那偷着他的李天王能饶得了我吗 饶我 就得被他打 他拿着大推 可是真打呀 那一下 两下 三下 没准一打就是几千大锤呀 兄弟 我不就成肉饼了吧 我们是老朋友 好歹也有个交情 你又这般仗义 总不能看着兄弟吃亏是吧 那是当然 那个天王不是什么好东西 仗着有个破塔 了不起呀 慧言 绝对是慧言 都不是什么好东西 对 刚才那天上就是他们基地使坏 把我逼起来的 要不然就凭咱们兄弟的交情 我能下来逮你了吗 听听听 兄弟 够诈你 刚才没有打疼你吧 没有 绝对没有 大上 如果你觉得解气的话 你就再打我两下 好 我打 算了 算了 大上 你这七天大圣府 修得够气派的呀 那是 比我在天庭的元帅府强多了呀 那是 其实 玉帝对你真不错 那 不是 你别在这蒙我了 还要真对我好 那盘桃大会 为何不请安老孙呢 谁说的 你跟我上去看看 早就许席你带了 真的 那还用说 不过 如果 要是给兄弟一个面子的话 那是再好不过了 说什么呢 我自打出事以来 讲究的就是个仗义 说 说吧 什么面子 那我把你绑上 不 不 大善息怒 听我说 弟兄们听我说 那拖塔天王现在正在天上看着我呢 我得想办法蒙他们呀 不然的话 他们真的饶不了我呀 天天不讲理呀 你看我这般胖的 其实都是被他们打的呀 好了 兄弟 就冲你这句话 就冲你这句话 我就知道他们不是什么好东西 绝对不是好东西 气死我了 我给你个面子 绑 绑 绑 不能呀大王 不能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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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大圣 那我可就真绑了 父王 你看 这家伙说什么了 怎么会让那妖猴自己扶法 就是 就是 你看就是 他使了什么方法 就是啊 好 你真仗雅 好兄弟 你可是救了我了呀 好 别说了 什么会这样 真仗义 要不然你是大傻子呢 你还是大傻子呢 你还是大傻子呢 大傻子 大傻子 想我傻呀 孩子们 扔回去 来来来来 一 二 你骗人 走 拖塔塔 要打便打 要杀你就杀 派个松包使用奸机来骗老孙 算什么英雄 老孙在这等着你 丢人 有人哪 有人哪 天王 末将实在不是那个 妖猴子的对手 都是他们诚心要害末将啊 你当我是瞎子吗 出师不利 剁我威风没关系 让人骂怂包 不可以 不不 来人 将天鹏元帅押回天宫 请陛下处置 末将 末将尽力了呀 尽力了天王 末将尽力了呀 末将尽力了呀 天鹏元帅出师不利 不堪大人 哪位将官 愿为前锋出阵 我得愿为吉仙鹏 好 酒要行 令你党 即刻下戒 收服要偶 年轻啊 不知深浅哪 识一切会长一致的 嗯 他们会变成陨石吧 流星雨真的很好看啊 是酒要行军哪 你们一起出马好大的阵势 我这花果山从来没这么亮堂过 我倒要谢谢那玉帝老儿 这不知死的妖红犯了十恶之罪 先偷逃 后偷酒 搅乱了盘桃大会 又欠了老知仙丹 你罪大恶极 知不知罪 嘿嘿嘿嘿 就这几种事儿 石摇石摇 都是我 桃是我偷的 酒是我喝的 这仙丹也是我吃的 不过 早就被我消化掉了 要不要 我吐出来 你带给玉帝 就说老孙还给他 哈哈哈哈